下雪了下雪了 这是真的下雪了 哎呀 房子上面都下白了 中国有一句谚语叫做瑞雪造风年 虽然说这个雪不是特别大 但是也希望在2024年里面 我们所有的朋友们都越来越好 因为要过年了 主张店有点小忙 每天上午都要过去拍拍视频 发发货 把这笔货发完 安心的放假 过个好年 我车上这个雪啊急了这么多了 搞掉 我小白鞋持续收到好评啊 昨天晚上一个朋友问我 他说这个增高5公分会不会太高 这个增高它是针对于不同的人群啊 你特别是对小个子和矮个子的女生是非常的友好 穿上之后立马就高了5公分 因为是一个拼接的鞋底啊 看起来就不会有那么厚 而且鞋底是比较软 也不会有那么笨重穿起来 最大的卖点还是符合这个季节啊 包括这个鞋垫 他都是做了一个厚容 踩着上面非常的暖和 像这样一双鞋子才几十块钱啊 真正的做到了性价品 他这个鞋盒啊也是非常的舒服 他这个盒子也是做的质量比较好的 这个是一个卡片 然后这张纸是用来垫在下面啊 是鞋子的 每一个鞋子都有一个独立的这种口袋 是为了防止灰尘 因为白色嘛 鞋底也是橡胶的防滑点 还是很不错的啊 完全可以满足这个运输的要求啊 真的非常的硬 我觉得像一个女生跟站在上面都没问题啊 这个是同款的黑色 虽然说鞋底有5公分 但是他做了一个拼接啊 这样看起来和正常的鞋底 没多大的区别 还是车里面暖和啊 外面的雪花继续在飘 不知道到底今天晚上会下多大啊 店里面的事情忙完了 回家吃饭 你们得了个大鞋子呢 得了打不打 摄的开不开心 不开心 4个菜 1个干鱼 1个耳朵 1个炖菜 1个素菜 高牌高牌 嘻嘻 猜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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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给你拿 哥哥吃鱼 哥哥吃鱼 你吃鱼 太好 给你妈吃一个 我说好 哥哥都给你妈吃 好不好 我要吃一口好不好 好 好不好 我们明天又做了 一天你吃了 嗯 哈哈 你臉上的肉給哥哥好不好 你長那麼胖 對 要叫他 他其實還是很長的 我跟他說好 你要鼓掌探探探探他就不行了 你怎麼接 姐姐 怎麼接 姐姐 嗯 今天還不開心 開新車了嘛 南方小土豆 今天也對著雪人 是不是 嗯 你也叫雪人 我沒有想想 我看到他們發的那個 朋友圈 過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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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過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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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哪裡過年 回菊荷 回菊荷啊 哈哈 他媽你回哪裡過年 湖北 你回湖北啊 哪個帶你去 爸爸 菊荷是哪裡過的老家 老家 我家 收不出來 你的老家在哪裡 菊荷 不是 菊荷 你叫老家的媳婦啊 菊荷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菊荷了 你哪個是菊荷 我菊荷 哪個老家 糖包老家 菊荷 菊荷 糟了 哈哈哈 哎呀 姨父說你來你乾 哎呀哎呀 這個肉不是別臟的啊 哦 菊荷 你看 哎呀的 第一名 弟弟得第一名還差不多 哦 呀 天哪 我看他成功得一大 哦 呀大威王 天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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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來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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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沒換過來啊 我還要吃 哈哈哈 你吃個啥子 謝謝你